好,我们接着再来学习一下画玉米 那么画玉米呢,我们首先是从叶子开始画 玉米的叶子呢,是接近花青的一种绿色 我们可以用笔呢,蘸一点花青,蘸一点绿色 那么再调一点点藤黄 先画出这个玉米的上边的叶子 当然里面也可以略为加一点褶石 然后呢,注意它的叶子不是光滑的 它是有这种就是块面状的一种干了以后 变得不那么光滑,不那么平整的这种形态 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中间要注意这种褶皱的一种表现 然后呢,我们再用我们的细笔,再一点墨 注意,再一点墨 在这个叶子的中间画出一颗一颗玉米的玉米粒的一种形态 那么玉米粒的形态呢,我们可以勾的排序的时候呢 可以不那么排的规整 就是可以大小 但是行链呢,行距呢,要基本的要交代清晰 然后呢,我们再调一点点褶石 调一点点藤黄 在这个根部呢,补一些它的玉米根的这个颜色染一下 然后等它干了以后呢,再用墨 把这个根部的长根的摘下来的玉米的这个地方呢,细节再增补好,画好 当然我们画完以后呢,我们还要给这个玉米粒呢,进行色色 当然在色色的过程中间,我们看一下 包括像这里啊,主要我们在填这个玉米粒的颜色的过程中间呢 可以加藤黄,也可以加一点点褶石 那么是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由下往上来染色 那么染色的过程中间,同学们要注意一下啊 不能够注意,就是你一颗一颗染,染的时候呢 每一颗中间呢,你甚至可以加一点这种不规则的留白在里边 那么使我们的这个玉米的这种色泽呢 看上去就是说非常的成熟,而且很自然 而不是这个颜色平刷 那么还有在接近玉米头烧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用虚虚的这个笔尖 注意笔尖呢,要把它笔好,要散开来 散开来,然后呢,蘸一点点,蘸一点点腌脂 慢慢的朝不同方向,扫个几笔 那么这个就是玉米虚,玉米成熟以后 这种虚往外长的一种样态的写意的表现 用笔注意一定要非常的松动,非常的灵活 那么这就是我们画的一根就是比较完整的一个玉米 那么我们整个就是样态啊,或者说用笔呢 体现的还是很清楚的 用,首先用笔勾勒出它的叶子 在勾勒叶子,玉米叶子的过程中间呢 要注意,叶子要有做多方向性的一种变化 然后呢,用我们的笔勾勒出每一颗玉米粒 然后干了以后,用藤黄和胭脂 有个地方是胭脂多一点 有个地方藤黄多一点 但是画的过程中间,要注意留白 把玉米粒的色泽呢,都色色,都完成好 然后呢,再用绿色呢,把后部呢 稍微,玉米的根部呢,稍微染色调好 然后干了以后呢,再用浓墨,点上细节 那么,然后再到玉米的头烧的这个地方 用一只它的笔尖散开来的笔 沾上我们的胭脂 而且要干一点,再沾一点点末 那么,用这个曲线往外飞动的这种笔触 来画出玉米的须这个部分 好,我们再一起来学习一下葫芦 那么,葫芦呢,它是一种盘藤的草本的植物 通常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呢,我们称为福禄 福禄,是一种吉祥的笔号化的一种绘画题材 那么,更有更多的在我们国画人画 或者说是山水画里面 或者说是我们一些习俗性的风俗画里面呢 更多还会画到,比如说神仙 它是携带着葫芦 我们古人认为葫芦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植物 是有符号的象征意义的 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中间要把葫芦的这种灵性和符号画画的为妙为相 首先我们看一下,可以用这个杨豪,藤黄 笔尖的调一点珠标 然后呢,画出这个葫芦的,就这里吧,两笔 画出葫芦的上部分,上端部分 然后再用一支大笔 注意是用一支大笔,笔尖的稍微调一点点,调一点点深颜色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弧度画出我们葫芦的下部分的很有体量 类似于球状的这个体型 那么注意啊,在画这个两块的过程中间 要不断的调整我们的笔尖的一种功效 如果万一,如果万一我们的笔度和笔根出现顿笔的话 不要着急啊,我们再重新再末 再顺的来一笔 就是说使我们这个体量感要表现得非常充分 它是饱满的 当然也要注意在高光的地方要有所留白 然后呢,在这个它的根部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点上一个墨点 那么代表这个我们整个葫芦的一种走势和饱满立体的一种形态 还要注意啊,我们画葫芦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因为它是葫芦的一种非常喜悦的符号象征意义的一种画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用线啊,或者用色色的时候呢 要表现出这种民间的民俗的一种喜气洋洋的一种情态 通常画葫芦呢,我们是从上部往下画 就像这样,上部往下画 等葫芦画完以后呢,我们还可以用墨沾上一点水 用平铺的方式那么画出浓重的葫芦叶 然后呢,再用一支长方笔沾上墨,沾上水 在这个叶和这个葫芦的中间的空间上面啊 画上葫芦的藤 当然这个藤也要连绵不断囚径盘旋 当然是用我们书法草书和行书的一种笔调 而且大家要注意葫芦的叶子 在绘画的过程中间也要注意浓中浓和淡的一种对比 等它干了以后呢,我们要用浓墨在这个叶子上面呢 画上我们的葫芦叶的叶脉 要交代的非常清晰 而且呢,要有层次感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画葫芦的这个根脉啊 或者说它的藤的过程中间啊 我反复要强调就是首先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枯笔的形态来表现 那么其次呢,就是在表现的过程中间 无论是重笔还是轻笔 我们都要注意浓淡直和区的一种对比 而且画这个整个的勾线啊 或者说是藤麦啊 葫芦地的过程中间 都要注意线条是一气呵成 而且非常的具有书写性 是非常惯气的 就像这只葫芦 我们可以用来做我们的临摹作业啊 可以先画出葫芦顶部 然后再用大笔处啊 画出葫芦的身体 然后拿干了以后 在这地方用墨色点上葫芦的尾部的这个细节 然后呢,蘸上浓墨啊 画出葫芦的整个的葫芦的枝条和它的这个藤麦 藤庙绘画的过程中间呢 可以一气呵成盘旋的囚禁的啊 非白 非常有液态和姿势的这种限制 同样这也是一幅葫芦图啊 葫芦的这个形态还是非常正的 那么包括叶子的这种对比啊 燕麦呢 等到干了以后再用浓墨啊 刷上叶子的燕麦 那么在这个细小地方呢 画一只小小的天牛 可以完全用浓墨啊 慢慢的啊 类似于公笔的形制 把这个整个的啊 叫天牛的这个形态呢 画得微妙微香 而且它的走势呢 是偏向于这个葫芦 那么使得整个的画面呢 从写意到公笔的这种对比呢 也是非常完整的 好 我们再来一起学习一下樱桃 那么樱桃呢 它是一小颗一小颗 那么我们在画的过程中间呢 通常可以把它和盘子和竹篮 进行一个组合 那么这样子呢 它才在形态和色泽上面呢 有一种体量感 首先我们可以用比较大好一点的比 就是说吸墨量大一点的比呢 把这个篮子的形态啊 就这个地方啊 勾勒出来 而且呢要有一个透视感 那么从浓墨到枯墨啊 再到这个沾了水的淡墨呢 都要有所对比 就是这样啊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一只狼蚝笔 或者说是短分一点的羊蚝 那么沾一点 沾一点这个胭脂 那么是一颗一颗 在这个篮子的这个间隙部分呢 把我们的这个樱桃呢 非常细节的 有大有小 有方有圆 这样按照这个堆放的 叠方的规律 来把它一颗一颗的画好 那么注意 在这个布景的过程中间 就是朝我们观众 朝我们欣赏者画面 越近的这个樱桃呢 它的颗粒呢 可以画大一点 颜色呢 画深一点 相对而言 如果是距离我们远一点的 那么它的形态呢 就稍微小一点 色泽呢 稍微淡一点 包括这个整体画完以后 一栏樱桃 我们在下面呢 还可以画跌落的 散落在这个桌面上的几颗 那这样呢 就会有一种就是空白 和这个整体的关系 得到了一种呼应 这个呢 是我们长在树上的 这个樱桃的形态 那么我们画的时候呢 通常呢 也可以先从叶子开始 注意叶子呢 我们可以用养好 蘸一点绿色 然后笔梢地方呢 蘸花青 那么根部呢 也可以调一点藤黄 调出这种叶子的这种 就快面形状 那么把最主要的叶子 正面的侧叶的 由下往上翻转的这种形态 描摹的清晰到位一点 而且要注意叶子和叶子之间的 这是比较舒朗的 这是比较反密的这种态 事态都要表现得很自然 很贴切 然后呢 拿一支笔调一点猪标 再调一点猪纱 注意是两种啊 那么左一笔又一笔 就是形成了这个樱桃的形态 那么基本是两笔 构成一个樱桃 那么这样呢 就符合这个樱桃的形态 或者说符合它的 生长的这种结构 然后处理这个樱桃的过程中间呢 也要注意 开合 开合 聚散大小颗粒的一种对比 当然 关于樱桃的这种细节呢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 注意一点 就是说在画樱桃的这个过程中间 一个呢 就像这样 我们 做叶子的时候呢 也是要等到干了以后 等到干了以后 再去做这个叶子的侧面 叶子的正面 包括叶子的 叶脉的一种绘制的细节 那么在画这个樱桃的过程中间 我刚讲了是 左右两笔构成一颗樱桃 那么在这个樱桃的底部 就像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趁它胃干的时候 用稍微浓一点的末 稍微点一下 让它慢慢的画出来 这是樱桃果实的一个极 那么这个细节呢 如果能够表现得非常生动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画面呢 就会有大的 红阔的表达 也有非常细微的 精微的这种细节的表达 就像这一颗 这种樱桃季的一种表现 就很有细节 那么包括叶脉啊 我们用的这种石青 花青 加一点点绿的这种色泽呢 表现得还是很沉着 而且呢 很有文人意境 这个樱桃呢 我们刚才已经做过具体的 这个封部的讲解 也就是说我们先画 用浓墨 先画这个篮子的形态 包括灌气的勾注 然后呢 再用色彩呢 几笔啊 画成我们 而且是一颗一颗画 每一颗中间呢 都要注意留白 都要注意结构关系 靠我们欣赏者 近一点的 画体量大一点 圆一点的呢 画体量小一点的 那么遮在这个地方呢 是零零碎碎 在这个库笔地方 这样见份插针的补笔 然后呢 要注意 除此之外 在整体的樱桃 这边呢 还有散落在这个桌面上的 几颗樱桃 而且它们的颜色呢 有浓 淡 而且呢 体型的有大小的一种对比 显得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生动 好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白菜的画法 那么白菜呢 它也是非常有细节的 而且我们在画的勾勒的过程中间呢 要注意 把白菜的形体呢 要表现得很得体 很精准 同样啊 大家注意 这个白菜的顶部 或者勾部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可以把白菜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形态画出来 然后在它的根部的这种虚条呢 可以用浓墨画出来 这个呢 是白菜的这个叶子 它是水墨白菜 那么我们平时呢 要注意观察白菜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 这样 用这个笔 长风笔先勾勒出 也就是这块 白菜的一个最重要的形体部分 然后呢 再用淡一点的墨 在它靠上的地方 依次的勾勒出白菜上部分的形体空间 再用最淡的墨 在下面勾勒出 而且注意 在画白菜的这个叶子的过程中间 你要考虑好我们的 要考虑好我们的这个叶子 和这个金和杆的一种关系 要处理的得当 那么像这个叶子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笔 沾上浓墨 依着这个杆的地方 可以是排着过去画 但是呢 要注意不要雷同 而且是一片画完 然后再一点墨 再画它后面的一片 就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能够连环沟通的 有透视 有远近感的 像这盒白菜 我们看一下 先勾出这个 然后勾出上面的这个金感 然后用弹幕勾出下面的金感 留白 然后用种墨 把每一个金感上附带的叶子 层层叠叠的画完 然后使这些叶子 它是回环的 凉绵有序的 干了以后 在叶子上面呢 再用浓墨 画出金条 然后呢 再用一点点的绿色 在这个 它的这个杆子的根部呢 做一点这个 这个白菜长在地里面 那么它拔出来以后 留下的痕迹 包括它的根部的一些须 是用浓墨 好 我们再来一起学习一下葡萄的画法 那么葡萄的画法呢 它是沉串的 而且呢 是密集的 集合体的一种绘画方式 首先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阳好笔啊 蘸一点点花青 再蘸一点胭脂 注意胭脂呢 要放的恰到好处 然后呢 再蘸一点点紫色 那么就是做一个圆环状 一个圆环状 而且呢 有的时候呢 你可以多加一点花青 有的时候呢 可以多加一点胭脂 使我们这种成球状的这个 葡萄呢 它有这种朦胧感 大家都知道葡萄 你刚摘下来非常新鲜的葡萄 它的外表是有一层朦胧的 粉粉的白色的这种 粉末的这种形状 那么显得很很新鲜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再用狼嚎的细笔 蘸上褶石 蘸上浓墨 对着每一根葡萄 那么画出它的小的枝条 而且注意要交代的有序 交代的要有分寸 交代的要有细节 像这个地方啊 都是这样画出 然后再用一只稍微粗一点的笔呢 把它的主要的枝杆 补齐补清楚 就像这两个葡萄 这两串葡萄啊 那么也是这样 我们刚才看了 鲜花葡萄 包括它有最淡的 最浓的 大的 小的 而且它们是密集的形成一串 是一个整合体的一种表现 另外我们还可以 再将这个葡萄呢 再把它立起来 画成长在园子里的 一整串的葡萄的画法 也是这样 用花青 腌制 墨 水 调出这种葡萄 而且呢 它是散落 但是 但是又是密集的 集合体的这样的形态 接着呢 再用羊蚝调出 一点点石绿 加一点花青 把这个叶子呢 画得非常的有体量 而且方向感开合 大家看一下 三片朝下一片朝左 那么它干了以后呢 在这个葡萄的下面 把它小的枝条 包括葡萄的这个 尾部的这个小点都补上 然后呢 用一点点花青 一点点紫色 淡淡的 用这个枯笔的形式 书法书写性很强的形式 那么画出这种走势啊 很清零的 细细的葡萄的藤 然后在 等到完全干了以后 再用浓墨 在这个叶子上呢 把这些叶脉呢 都画的 胶带的 它的结构呢 胶带的清晰一点 到位一点 就像这样的一串葡萄啊 我们就可以 仔仔细细的观察一下 对比一下 它和自然界中的葡萄 是不是非常像 有淡的 大的 而且呢 它的韵化效果也非常好 那么我们在 临摹的过程中之间呢 一定要不断的思考 不断的考虑 不断的想 它的形体 它是这样的 正面的 有的时候是侧面的 就是说它是 怎么样通过国画水墨 或者说国画色色 来表达清晰 这样的一个形体 我觉得就是 它的线应该是有书写性的 然后它表现的 应该是带有写意的一种形态 这个也是 我们刚才已经做过 比较密集的一种解释 也就是说 它是成串的 然后它的色泽 用的更透一点 而且在整个表现上面 它是两只 一串葡萄两只 藤蔓的这种处理呢 也是非常飞扬的 而且是很生动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